朋友们好,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一下脉管系 脉管系它分为两大部分 一个是心血管系,还有一部分叫淋巴系 我们先介绍心血管系 首先大家要搞清心血管系的组成 这个系统是由四大部分构成 有心脏,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 组成搞清楚了第二个 大家要搞清楚人体大小循环的概念 我们知道心脏分为四个腔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心脏 中间分开左右半心 每侧又经过防湿瓣 把它分割成上下两部分 四个腔,我们看血液怎么走呢 这个是左心室 左心室通过各级动脉 然后到全身的毛细血管 进行营养交换 毛细血管又组成了静脉 通过各级静脉 最后回到了右房 大家看这个环细血管 从左心室回到右心房的环络 我们把它叫做大循环 也叫体循环 这个叫大循环 或者叫体循环 还有一个环络 我们写一下 这个是左室 这个是右房 另一个环络呢 是把右房的静脉血 在心房收缩属打到了右心室 右心室的静脉血 又通过了肺的静脉 到达肺的毛细血管 进行气体交换以后呢 又变成了肺的 这是肺的动脉 改过来 这是肺的静脉 又回到了左房 左房 我们标记一下 出去的这个是右石 回来的呢 左房 从右石到左房的这个环路 我们叫做肺循环 也叫小循环 人体两个循环 大家把它搞清楚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节课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心脏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有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问题 要搞清楚心脏的位置 与心脏的比邻 位置和比邻 下面大家看两个断面 首先我们看一下胸部的水平断面 能看到哪些结构 大家看 这是胸阔 后方呢 有基柱突入 两侧十类骨 回忆一下过去我们学的知识 首先我们看一下 纵格胸膜 是从后向前 分隔了胸腔 这是一侧的纵格胸膜 这是对侧的纵格胸膜 将胸腔分为两个部分 那么大家看 这两部分里边的脏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肺 右侧肺三个页 左侧肺两个页 下面我们再看总格 总格我们讲了 下总格 借助于心胞 又把它分为 前中后三部分 大家看 心胞前界 与胸骨之间叫前总格 中总格 后总格 心脏在哪呢 心脏就位于中总格内 这个就是心脏 那么断面我们能断出心腔 是左右心石的断面 后方有什么呢 后方后总格里边 我们举两个代表 一个是食管 还有一个是胸主动脉 其他的神经 还有一些血管 我们就不画了 所以这个断面呢 我们看心脏 是位于中总格内 略微偏左 略微偏左 我们再看一个断面 这个断面呢 前方是湿状段 胸骨 胸骨饼 胸骨体 剑突 下方注意隔肌 后方呢 肌柱 我们看一下心胞 这条线以上叫上中格 这是下中格 心胞从这儿开始 往前到隔肌中心 这里边的这个是心脏 这个是心胞 上方呢 有出入心脏的一些大血管 我们画一个主动脉 为例 在后总格内下降 除了动脉以外呢 还有一个 机性管道 叫死管 也是从上往下来的 其他结构 不画了 注意 胸骨的这个 这个部位叫胸骨脚 对应是第二类缘骨 二 三 四 五 六 底下有个七 后方的基柱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第五 六 七 八 胸椎 结合这两个图 我们做个小结 心脏的位置在哪呢 我们可以说 它位于中肿格内 略偏左 那么从笔灵关系我们看 心脏的前方 大家看 有什么呢 有胸骨和肋圆骨 那么前方 重点记住肋圆骨 有一到六肋圆骨 后方有什么 哪些椎体 胸部的五到八 胸椎 两侧 心脏的两侧 大家看 有肺 另外呢 边点的这个是不是叫胸膜腔 有肺和胸膜腔 这是两侧 我们来看一下心脏的上方 上方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挂图 大家看 这是从前方观察 把两个肺向两侧牵拉 露出来的心脏 心脏外周的这个膜 是心胞 说明心胞已经切开了 那么大家看 心脏的上方 是不是有很多血管 静脉 动脉 这是肺动脉 等等 所以上方有出入心脏的大血管 这是上方 下方 大家看 心脏的下方 是什么肌 隔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心脏的位置和鼻力 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一下心脏的形态 心脏的形态 心脏的形态 什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从前方来看心脏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上腔静脉 然后有一个主动脉向上去了 主动脉的左前方 还有一个管道叫肺动脉 这侧有一个心儿 我们管它叫右心儿 左侧也有一个心儿 为左心儿 下方心脏的下缘 这个是心肩 这是下腔 如果把它翻过来 我们再看后方什么样呢 后方注意这些血管 这一对是肺脏的静脉 每侧有一对 这是肺动脉 主动脉弓 左右肺动脉 这是左 这是右 主动脉弓 然后这个是上腔 右方 下腔静脉 心脏的革面 这是从后方看心脏 主要是心底的大血管 那么从这个外形上 大家已经看出心脏是一个椎体型 道直的椎体型 而且是个中空机性器官 中空的机性器官 那么在形态上大家重点记住哪些结构呢 我标到这儿 记住心脏有一肩 一底 两个面 三个圆 还有四个钩 下面我们分别说一下 首先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部位叫心肩 这个部位叫心肩 心肩呢 它的方向是朝向左前向 不是正前向 左前向偏左 而且圆顿 有理 和任何结构 不连接 那么心脏是靠大血管 把它悬掉起来 所以心脏在波动的时候呢 这个心肩就要向前 顶压肋肩肌 产生心肩波动 所以在这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搞清心肩波动在哪 我们写到这 心肩 波动点 正常人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类 类的情况是这样 这儿我们看到的是第五类 下方看到的是第六类 那么可见心肩 是不是在第五类 我们再画一条线 比如这条线是锁骨中线 左侧锁骨中线 那么心肩波动点 是在锁骨中线内侧 那么具体 是左侧的五类间 这就是正常的心肩波动点 正常心肩波动点 心肩了解了 我们再看心底 这是心底 心底能看到哪些结构呢 就是这些大血管 名字大家要记住 这些大血管 都叫什么呢 首先看上方的这个叫主动脉 这从后方看 这两个是左右的肺动脉 那么这侧就应该是左侧 这是右侧 左肺动脉 我画一侧就行了 这一对呢 应该是左侧的肺静脉 左侧肺静脉 我们来看这个管道 叫上腔静脉 相对下方的这个叫下腔静脉 这个小的叫齐静脉 这是在心底看到的 我们转过来 在前方再看一下大血管 熟悉一下 这个呢 还是叫上腔 这个叫下腔 这个就叫主动脉了 注意这个短干 叫做肺动脉 这叫什么 左右肺动脉 也就是主干肺动脉 分出两支 分别叫左肺动脉 右肺动脉 这是我们看到心底 心底的朝向 应该是在右后上方 心肩 左前下方 所以它的轴是斜行的走 斜行的走 所以一颠一肩一底 我们讲了 下面我们看 两个面指的哪个呢 如果要从侧面看心脏 大家看 把这个心脏向右移 从侧面观察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肺动脉 上方是主动脉 我们看到 这个是心脏的前面 这是心脏的后面 这是左心耳 然后上方向上去的 上腔静脉 这个是下腔静脉 主意是从左侧面看心脏 左侧面看心脏 大家好理解了 这个面 叫做前面 朝下的这个面 叫后面 那么这个前面和谁 相邻呢 和骨相邻 下面和谁相邻呢 隔肌 所以前面 为什么叫胸内面 对着胸骨和内缘骨 下面为什么叫隔面 因为和隔肌相对 所以这个也叫胸内面 这个叫隔面 心脏的两个面 还有三个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叫右侧圆 近视于垂直 下缘 近视于水平 左侧缘 脚倾斜 最后我们看 心脏的四个钩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看这个图 大家看啊 心脏在这个部位 有一个浅钩 这个钩啊 实际不存在 被脂肪组织 被脂肪组织冲迁 那么转到心脏的隔面 把两个钩 连在一起了 那么大家看 整个这个钩 是围绕心底层 环形 被肺动脉 给分割了 所以把它叫做 灌状钩 从后面看 搁这儿过来 这叫灌状钩 灌状钩啊 是心房与心石的 表面分界 钩以上是房 钩以下是石 还有一个钩 从这前面 我们看到一个浅钩 通过心脏的下缘 反折到隔面去了 这个叫前时间钩 这个叫后时间钩 那么从后方看到的 这个就叫后时间钩 后时间钩 还有一个钩 大家看是放上去的 这个钩叫房间钩 房间钩 所以四个钩啊 名字我们记一下 有冠状钩 前后时间钩 前后时间钩 还有一个房间钩 这就是我们说的四钩 那么四钩都分隔了四个心腔 我们可以标一下 大家看 看这个图 从后方看 冠状钩 时间钩 和房间钩 这个焦点 这个部位 有个名字叫 房石焦点 那我们看这个十字形 是不是把心脏的四个腔 分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 左防 这个就是 左势 这一侧呢 右防 右势 所以冠状钩 时间钩 是心脏 各腔的表面分界 表面分界 这是我们从心脏形态上 大家记住这么几个特点 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心腔 心腔的结构 心腔的结构 我们现在挂图上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图 这个图啊 是从心脏的右侧来观察 观察右心房 心房里边的一些结构 一会儿我们都要提 这个呢 是右心石 打开以后 我们看里的结构 首先大家看一下 右心石的内壁啊 是不是很粗糙 有很多很多基隆起 有这个特点就行了 而上方的这一部分 内壁比较光滑 比较光滑 那么下面我们 从右防 一个心腔 一个心腔 给大家介绍 首先 我们看一下右防 从挂图上 大家注意 那个不是解剖位置 心脏的解剖位置 是这个图 转过来 那个是 把它转过去了 我们也是 从那个角度 来看一下 看一下 那么 先看一下这些结构 上腔静脉 慢慢熟悉这些血管 这块有个齐静脉 那么这块有一个主动脉 肺动脉 这有个心儿 右心儿 这是下腔静脉 后方 左右的肺静脉 隆起的这个叫左方 下面我们看心脏的下肩 心肩 心肩 这个主动脉 我们给它切断了 是一段 一段 那么这块应该露出了一个肺动脉 的分支 肺动脉的分支 这个分支 从这个图上 大家注意看什么呢 看一下 上腔静脉 下腔静脉 它们俩相连 前缘相连 外侧臂 有一个浅钩 这个钩的名字叫 借钩 我们就从借钩这块 把右心房 给它切开 切开 切开能看到什么结构呢 大家注意 这是切开了 先把心儿也给切开 切开以后 把这个房壁翻转开来 我们看 心房的壁是比较光滑 而且比较薄 注意心儿的内壁 很粗糙 有很多肌肉的隆起 肌肉的隆起 我们来看 先开的这个壁 它的内侧也很粗糙 有很多很多 肌隆起 特点是平行排列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苏壮鸡 像牧鼠尺一样 苏壮鸡翻开这个 还有一个结构 需要提一点 就是这块形成一个 重型的肌肉隆起 这个隆起 它的名字叫戒脊 它和戒钩什么关系呢 把它合上以后 正好在戒钩这个位置 所以从外边看是钩 里边隆起叫脊 它俩是在一个位置 那我们再看一下 心耳的里边 也有内枪 也有塑状机 和它一样的 而且心耳的枪和心房 是相通的 这有一个小的隆起 一会儿我们再说 另外在房中阁上 有一个揽圆形的压剂 叫揽圆窝 再看下枪静脉 下枪静脉的口在这 口周围有个半 前方还有一个口 叫冠状痘口也有个半 那么这块形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口 叫右防死口 就是由心房到心死去了 所以在这个图上 大家首先要看一点 我们看 这是第一 右防 右防 第一要看它的分布 分几部分 我们看右防的内壁 有两个特点 心耳的内壁和翻开的内壁 都有塑状机 很粗糙 而这部分内壁是很光滑的 所以内壁的不同 我们把它分为两部分 一个叫固有心腔 也叫固有心房 就是有疏撞机的这些结构 围成的空间 叫固有心房 那么内壁比较光滑的 这个围成的空间 叫枪静脉洞 那么以谁为戒呢 以戒构为戒 或者说以戒戒为戒 把它区分为两大部分 这两大部分是互通的 第二个我们就要知道 它心腔的一些结构 首先我们看外部有一个结构 叫心耳 这个突起的椎体形结构 心耳的尖是图向左侧 图向左侧 内腔与心房是相通的 所以心耳 右心耳 这是一个结构 图向左 内腔与防相通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结构 我们反复说的 平行排列的肌肉 叫苏状肌 有苏状肌 另外我们看 这块有个揽圆形的突起 叫主动脉龙突 主动脉龙突 主动脉龙突 是什么结构呢 这个管道叫主动脉 主动脉的根部形成三个痘 那么朝这个方向的正好是后痘 后痘向腔内突起 形成的一个主动脉龙突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揽圆形的结构 叫揽圆窝 揽圆窝是胚胎四期揽圆孔 闭锁以后形成的遗迹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入口 有几个 入口有三个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上腔静脉 这是一个入口 下腔静脉 一个入口 冠状痘是心脏本身静脉血 进来的一个口 所以入口有几个呢 有三个 名称 我们要记住 上腔静脉口 下腔静脉口 还有一个叫冠状痘口 三个 那么出口有几个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出口 只有一个 这叫右防尸口 右防尸口 整个右防 结构我们都说过 重新 大家看一眼 我们发现 平行排列的机龙脊 叫苏壮基 另外还发现有个椎体型的枪 这个枪和心房是相通的 是心耳枪 心耳枪 里面也有树壮基 另外在它的下方 有一个凸起 叫主动脉龙凸 再往下 在防中阁上 有个卵原型的压剂 叫卵原窝 另外它有三个入口 一个出口 一个出口 这是第一个心枪 第二个心枪 我们说一下 我们说一下 右时 右时 它有一个解剖之最 是最靠前的心枪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看胸部的水平端面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枪 就是右时 以前我们学过 比如这块是胸骨 心内注射 以前我们讲过 胸骨左元第四类间隙 在这儿竞争 可以把药物推到哪个心枪呢 就是最靠前的心枪 右心室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 右时是最靠前的一个心枪 下面我们也做一个摩尼斯的解剖 大家看 把心脏带恢复到生理位置 生理位置我们看一下 这是上腔静脉 主动脉 肺动脉 心儿 右侧的心儿 左侧的心儿 心肩 这是下腔静脉 那么大家看到的 这个币 如果打开 我们看一下前时间钩在这儿 这是前时间钩 前时间钩的右侧 肯定是右心室 那我们把这个币打开 大家看一下 打开这个石壁 我们把它揉下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壁 上方很光滑 往下来 粗糙 但是币还是很薄的 这儿也是很粗糙的 心诗币 这儿又光滑了 那么纵横交错的有很多结构 一会儿我要提到的 这儿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鲁头基 这个部位是半膜的部位 我们换个颜色 这是右房子口 有一个前肩瓣 隔侧肩瓣 后肩瓣 三个瓣 这个口有三个瓣 叫肺动脉瓣 肺动脉瓣 这儿有一个基隆起 这个叫做时尚脊 下边这种很粗糙 注意这块有一个结构 在时中隔上有一个结构 贴着时中隔 重心向下走 这个叫做隔侧肢 然后又发出一个锁状的结构 横跨时枪到前鲁头基的根部 这个叫解质锁 那么从这个图我们讨论一下 第一看一下它的分布 还是内壁有两个 一个光滑的内壁 一个很粗糙的内壁 所以把它这个心腔也分为两部分 上边像个倒置的漏斗形 我们就叫漏斗布 下边叫漏斗布 很粗糙的这部分叫漏斗布 以谁为戒呢 就是这个弓形的基隆起 叫时尚脊 以时尚脊为戒 分为两部分 两部分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结构了 有哪些结构呢 首先时尚脊 我们记住了 另外看这部分 这部分在新石的石壁上 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基隆起 我们把它叫做肉柱 我们把它叫做肉柱 这是一种结构 那么大家看这个 向腔内吐起的这个肉柱呢 我们叫鲁头基 鲁头基 在鲁头基上 有很多 纤细的锁状结构 我们切断了 这个叫 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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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端到哪去呢 到半魔的游历园 那么大家注意 它的作用是什么 大家看 心脏要舒张的时候 往这么来 鲁头基 剑锁 是不是就把半魔给拉开了 血液进到新石 那么心脏收缩的时候 这个剑锁就变松了 由于血液的冲击 半魔关上 所以它牵拉半魔的一个作用 那么有三个半魔 大家设想 鲁头基 是不是也得有三种 这是鲁侧鲁头基 这是后鲁头基 到后半 鲁侧鲁头基 到鲁侧半 这个到前半 所以有这些结构 那么大家最后要记住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的大名叫 隔圆幼柱 隔圆幼柱 它包括两部分 先看这部分 这部分是在时间格上 一个鲁侧鲁 叫隔测支 隔测支 这是一个 另外这个 横跨石枪 到前鲁头基根部的 这个叫解智锁 两个加在一起 叫隔圆幼柱 隔圆幼柱里边有什么结构呢 这个大家要记住 内有心脏传导系的幼竖枝 和血管 这些结构 在隔圆幼柱里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构 另外我们看入口 入口也就是幼房子口了 有三个半膜 叫三尖半 三尖半的名字 搞清 一个是前尖半 后尖半 隔测尖半 三个半 我们再看一下出口 出口就指这个口 这个血管叫肺动脉 这个叫肺动脉 所以这口就叫肺动脉口 肺动脉口也看到三个半 我们把肺动脉 做个解剖 切一段 然后拉开 把它向外展开 这是肺动脉 动脉壁 我们能看到有三个半月状的半膜 那么它和动脉壁 这个半膜只要张开的话 跟动脉壁之间有三个间隙 这三个间隙叫肺动脉痘 三个 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画一个切面 比如这个是肺动脉 有这样一个半 大家看 当心识收缩的时候 血液冲向肺动脉 这个半就贴到了肺动脉壁上 这时候我们看血液冲入肺动脉干 当心脏舒张的时候 肺动脉本身又弹性回锁 这时候血液应该往回流 当血液逆流的时候 血液把这个瓣就给冲开了 冲开以后 大家看到的这个瓣 两侧就应该对上 所以封闭了肺动脉口 使血液永远是由心脏到动脉 而不能由动脉回到心脏 这是我们看出口的肺动脉瓣 这三个瓣�都叫什么名字呢 一个是前肩瓣 前瓣 左瓣 右瓣 有三个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心腔 右石 第三个我们再看一下 左防和左石 左防和左石 我们再做一个解剖 把正常的心脏向右旋转 看心脏的左侧 左侧 那么我们能看到哪些结构呢 肺动脉 左肺动脉 向对侧伸展的 这是右肺动脉 上方是主动脉 切断 下边我们看到的 这个就是心脏了 心肩 最靠后的心腔 是谁啊 左防 左防 左防每侧都有一对血管出来 这是左侧的肺静脉 这儿我们能看到一个心耳 左心耳 这是冠状钩 上方这块还能看到一个静脉 叫上腔静脉 下边有一个静脉 下腔静脉 那么在这儿我要把这个臂打开 大家既能看到左房 又能看到左思 下面我们把它打开了 心儿 也打开 心房 也打开 好 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心耳的内壁 和右侧一样 也有基隆脊 叫苏壮基 在断面上看到了 在内腔里边 我们也能看到平行排列的苏壮基 那么这个椎体型腔与心房 也是相通的 相通的 那么这个看到的是光滑的心房的房壁 到这以后 大家看 实壁变厚了 这侧也是实壁 很厚 那么在这儿我们切开 把这个壁 翻转上来 这也是实壁 把这一部分翻开 翻开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界限 以上是房 以下是实 再看一下瓣膜 这儿有一个比较长的瓣膜 是二间瓣的前间瓣 这个是后间瓣 两个瓣 那么这儿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 有三个瓣 是一个动脉口 哪个动脉呢 大家看 主动脉弓 我用虚线画一下 它正好和 左心石是相通的 这三个瓣是它的 叫主动脉瓣 在内腔上 我还能看到一些 粗糙的龙体 叫肉柱 鲁头鸡等等 这儿有一个比较大的鲁头鸡 叫前鲁头鸡 和前肩瓣相连的 在右房处 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一侧 大家看 左侧有肺动脉了 肺经脉 那么右侧 也应该有一对肺经脉 通向内腔 通向内腔 所以右房 大家重点记住 一个入口 一个出口 入口 是两对结构 这两对叫什么呢 叫肺的经脉 左右的肺经脉 入口 出口 名字叫 左防死口 就是这口 这口 我们来看左石 左石首先要看一下它的分布 左石 我们把它分为两部分 大家看怎么分呢 左心房收缩的时候 血液从这个方向进入左心石 左心房收缩时 血液进入左心石 当左心石收缩的时候 二间半关闭了 所以血液只能通过这个途径 进入主动脉 所以把它分为两部分 这部分内腔叫流入道 流入道 这部分的内腔 这部分的内腔 这部分的内腔叫流出道 以谁为界呢 这个半叫前肩半 前肩半为界 把它分为两部分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结构 结构和右心石很相像 也有肉柱 也有鲁头肌 键 这些结构都有 我们再看一下 入口 是二间半 这二间半都叫什么呢 一个叫前间半 一个叫后间半 前间半和后间半 再看出口 出口在这主动脉口 名字叫主动脉口 有三个主动脉半 它的名字 一个是左 左半 右半和后半 三个 三个 这是左心式的结构 左心式结构 那么心脏仿佛一个血泵 它不断的运动 来推动血液循环 使血液总是验照一个方向 周而扶持的运动 那么哪些结构起到主要的作用呢 我们看一下 心脏半膜的作用 我们画一个模式图 上腔静脉 右防 下腔静脉 这个是主动脉 这儿呢 这儿呢 有一个肺动脉 肺动脉 在这儿形成左右肺动脉 我们看 这是内腔 这是主动脉 这是左侧的肺静脉 然后进入到左房 我们看一下主动脉呢 到哪儿去了 到这儿来了 这是主动脉 那么我们简单添一下瓣膜 右侧的瓣膜 左侧的前肩瓣 后肩瓣 这个表示主动脉瓣 这个在肺动脉根部 叫肺动脉瓣 我们看血液的定向流动 靠着这四个瓣膜 心房收缩的时候 血液进入心室 心室收缩的时候 这个瓣是不是关闭 血液是不是冲开肺动脉瓣 它舒张的时候 这个瓣又关闭 它继续往前走 那么由肺静脉过来 也是心房收缩到心室 心室一收缩 二间瓣关了 这个开了 所以血液又到了主动脉 这样周而复始的运动 这节课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了 心脏的外形和心腔的结构 心腔的结构 好 这节课我们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